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当地时间10日 在以色列与加沙交界处观察时表示 乙军正在对加沙地带发起全面进攻 他还表示已经解除乙军在打击哈马斯时的所有行动限制 报道还提到 一名埃及官员当天对以色列时报表示 以色列已经通知埃及方面 乙军准备对加沙进行为期数月的地面攻势 美国前中情局局长帕内塔警告说 一旦进入加沙基本上就是逐进行争夺 所以双方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名美国官员说 以军发动进攻可能会像2004年伊拉克费卢捷战役那样 街头战斗非常血腥 而且如果哈马斯得到外部增援 加沙的抵抗力量可能会更强大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0日报道 拜登在与内塔尼亚湖通话时 比以往更加直接地表示 以色列军方需要尽力避免平民伤亡 此前历次冲突中 乙军对于在人口密集的加沙使用重型武器毫不手软 这并非情人忧天 以色列国防军对进入加沙地带打长室巷战并不陌生 近20年来 乙军多次对加沙地带发起地面进攻 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长室巷战经验 但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作战手法看 很难避免大规模的平民伤亡 首先和乙军相比 哈马斯武装处于装备劣势 只能利用加沙地带的老旧城区展开城市游击战 具体战术则是由2-3人组成战斗小组 携带反坦克火箭筒 反坦克导弹 自动步枪或狙击步枪穿梭在城市废墟间 冷不丁袭击乙军人员和装甲车辆 打完就跑绝不练战 为应对武装分子的战术 乙军的装甲车辆重型化 包括梅卡瓦斯坦克 纳格马巧恩装甲车 D9R装甲推土机 等在其他军队看起来有些古怪的装备 也只有重型装甲才能在城市作战中 对几方人员产生保护 提高战场生存能力 其次 乙军可能会娴熟运用 穿墙战术 加沙地带市区有着迷宫一般 狭窄曲折的街道和复杂的岔道 人口密集分布着很多设有陷阱的房屋 局限点 弯曲的巷子里方便布设 简易爆炸装置 地上还可以埋放燃气管 但这种以爆炸开路的模式 可能造成的频频伤亡 可想而知 第三 双方都在积极使用无人机和新型游荡弹药 哈马斯之前有效效仿 俄乌冲突的经验 利用民用无人机多次重工 突袭一军目标 而以色列本身也是寻飞弹的积极倡导者 以装备萤火虫 多悬液轻型游荡弹药 只有三公斤重 折体后可以装在处运包装桶中 一个士兵可以轻松携带好几个 第四 乙军还可能充分利用特种作战 相比民兵性质的哈马斯武装 乙军在特种作战方面更为经验丰富 很可能利用这方面的优势 潜入加沙地带的城镇中 遂行抓捕 定点清除等作战任务 尤其是对于解救人质而言 特种作战行动必不可少 据报道 目前哈马斯武装已经抓捕了上百名人质 并宣称为应对乙军空袭 将公开处决人质 因此 乙军解救人质的紧迫感不断上升 而解救人质将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 针对当前局势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 目前巴以局势的焦点是 加沙迫在眉睫的危机 人质的命运 以及哈马斯的未来 以色列可能需要数周或更长时间 才能履行 以总理摧毁哈马斯军事能力的承诺 而这一努力将在一段时间内 消耗以色列大部分军事力量 相信是4的迷茫 3的迷茫 3的迷茫